我看到恒指就连跌三天 累积跌幅1,100多点 昨天穿过25,000 可以说收市好像还能守住 但是负面消息可以说 我随便都可以数到几个 美股高位又开始回脚弱 大家看着下个星期就联储局会议息 如果内地监管不停有新的消息出 方网一路都是风雁 昨天最新有说网上平台要防止成年人沉迷 原来连澳门赌业都会受牵连 也不是受牵连 只是有另一套政策 但也是在收紧监管的方向 还有恒大 大家可怕恒大 债务危机会否火烧连还船呢? 所以还有内地经济数据 昨天出来又差过市场预期 可能也有数楼 你帮我来说一下 现在市场最主要的风险是什么呢? 市况下会不会越来越差呢? 一次我数完之后 我慢慢说 因为我不是每天都在 所以做一些回顾在前瞻 之前跟大家说了 20天线是一个非常关键 对我来说是判断市况 究竟是站稳 还是有机会转差 但是大家知道 基本上来说 在这两天 就再跌穿20天线 跌穿的幅度也比较多 2万5附近有些支持 或者有些增持是正常的 但是整体的势头 就真的是弱的 也都跌穿了 我们说的9月9日本身 本身这个月的低位 所以走势上是差的 但是当然了 要看中长线还是短线 中长线的话 我仍然维持原判 第一 如果这个月的高位 就是9月8日 26560 是见了顶的话 一个月来算 可能大概1500波幅 其实就初步满足了波幅的要求 第二 中长线去看 的而且确25000或以下的恒生指数 股值真的不为贵 所以这件事大家先先记住 但是比较短线之外 就真的多不明朗因素 刚才提过监管的问题 大家知道 由最初的科技股 去到教育 去到豪赌股 手越伸越长 你一定会害怕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 近这一两个星期 我都多说了 第一 美股 第二是A股 你想想我们恒指跌下来 跌3,000点4,000点 美股历史高位 A股 都在3,700以上 就撑住了港股 如果两边有什么东瓜豆腐 港股再受压也很正常 美股方面要留心 就是未来会议息 随着欧洲央行 是减少买债之外喉 如果美股也这么做 有机会让美股也会有波动 第二就是A股 之前也有一些消息 我只是看经济部而已 有些A股的基金来了香港做五倍杠杆 炒上A股 对于阿爷来说 就触动神经了 会不会是为A股降一降温 免得你搞乱个墙呢 再加上经济数据比较差 恒大事件等等 你数来数去 真的比较多不明郎的印象 所以短线来计算的话 失手两万五的机会 我觉得都很大的 但希望之前跟大家说过 恒指有两个叫高低脚 一个是24748 一个是24581 就算出离物五的话 希望这些位置都能守得住 如果是的话 初步看过下跌空间 就不是太多 不过其实说了整个月了 你说看恒指本身 除非你只是牛红症 窩卵 旗子 否则恒指本身 是让你感觉一下水温和气温 你买什么股份 就相当之关键 如果你买了资源类股份 新能源 航运股 其实近期 你应该都挺开心的 但反过来 你买一些政策受拖累的股份 近期你又比较投行 所以我自己觉得 大肆每个节目都会说的 我都尽量说我自己的观感 但是你买了什么股票 才是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感谢观看